杨安老师跟我说 其实很多的关于文物 怎么包装 怎么展成 中国文博人 也是在第一次外展时 在世界各地学到了 很多新的知识和新的理念 回来以后又扎扎实实地 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博物馆里面 文物外交之后 长信公登 依然没有停下它的脚步 1980年的时候 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 在美国展出了 这一次长信公登更不得了了 成为展览屠戮的封面女郎 上了封面了 上封面你现在可以看 这个也叫中国的面孔 是 是 您刚才说的这场展览 是1980年举办的 是吧 中国和美国其实1979年 我们才正式建交 两国群众可以说此前互不了解 这个展览在美国也是寻展 整个的展览的观众 人数 超过130万人 就拿比如说长信公登吧 2000年前做的一盏灯 这么形象 这么生动 有人说历史上都难找 真的是 它作为一盏灯呢 晚上呢 它是起着这个照亮的功能 天亮了 就静静地摆在那个地方 还是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工艺品 这种巧思令美国观众赞叹不已 整个展览 美国观众看到了中国夏商周 春秋战国 秦汉的大量的精美青铜器 就像一部四千年的历史教科书 生动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给他们的感受就是两个字 震撼 展览结束以后呢 有一个人动情地对我说 我们现在有的 你们早晚会有 但是你们曾经有的 我们永远都不会有 大实话